大家好,今天我们正式开始分享柏拉图的经典代表作《理想国》这本书 前面我们介绍了《理想国》的原名其实是国家篇 在书里面柏拉图以老师苏格拉底和其他人的对话形式展开 其实是柏拉图借助了苏格拉底之口阐述了自己的思想理念 《理想国》的第一篇讨论的主要是三种典型的正义观 但是在引出这个话题之前 其实苏格拉底和一位智者有一段对话也非常有意思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关于财富意义的对话 有一天苏格拉底和年轻人格劳孔去参加向女神的献祭活动 活动之后回城 他们来到了波罗马赫斯的家里做客 这时候碰到了波罗马赫斯的父亲克法洛斯 克法洛斯是当地的一位富商 苏格拉底向他请教 拥有财富最大的意义或者说好处是什么 和其他人认为拥有财富就是拥有幸福的观念不同 克法洛斯认为财富最大的意义在于对灵魂没有亏欠 不用为了钱去做违心的事情 不用存心作假或者说不得已而骗人 这是财富最大的好处 或者说财富最大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的灵魂保持纯洁 在今天看来财富的意义就是让我们拥有幸福的生活 因为财富可以作为工具和手段帮助我们实现自己的梦想 买想卖的东西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情 所以很多人把财富自由等同于幸福人生 但是很多哲学家都告诫我们 财富和幸福并没有太多的相关性 因为很多幸福是财富无法购买的 真挚的情感 健康的身体 良好的人际关系 这些对我们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财富都无法直接满足 甚至会因为财富让他们远离我们 古希腊后苏格拉底时期有一个哲学流派 叫伊比纠路学派 他们把追求快乐和幸福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 而在如何获得快乐和幸福上 他们把真挚的友谊看成最重要的 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幸福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它往往会因为财富而远离你 那财富的意义是什么呢 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值得我们思考 财富的最大意义在于避免痛苦 尤其是避免不必要的痛苦 而不是获得幸福 财富可以保障基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 可以有效地避免很多不必要的痛苦 钱财可以让我们生病的时候 不至于没有钱治病而陷入绝望 在生活中也不至于没有钱而忧愁 在工作中不必为了钱而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 正如克法洛斯说 钱财的意义在于可以避免做违心的事情 让自己的灵魂不安 财富的意义在于它对于痛苦的否定 而不在于它对于幸福的肯定 克法洛斯说 当我们要去另外一个世界 我们也用不着为了亏欠神的祭品和他人的债务 而心惊胆战 诚惶诚恐 这是钱财最大的好处 听了克法洛斯的回复 苏格拉底把话题引向了关于正义的讨论 由此展开了这本书最为核心的一个问题 正义到底是什么 苏格拉底说 不亏欠他人的东西欠债还钱 这就是正义吗 克法洛斯的儿子波洛马赫斯接过话说 他说是的 欠债还钱就是正义的定义 但是苏格拉底说 如果一个朋友头脑清醒的时候给了你武器 但是后来他疯了 我们还应该把东西还给他吗 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 但是这个行为可能预期会产生坏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还应该把东西还给他吗 听到苏格拉底的辩析 波洛马赫斯改变了正义的定义 他说正义就是把善给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 或者说帮助朋友和伤害敌人 但苏格拉底又指出了这种观点里面的三个问题 他说首先把帮助朋友和伤害敌人看成是正义的定义 实际上是从结果上考量的 但是苏格拉底说 如果从结果上说 医生治好病人就是正义 在战争中杀害了敌人就是正义 但是在医生没有治疗病人的时候 或者说在和平的时期 不需要上阵杀敌的时候 那么正义就毫无用处了吗 换句话说 波洛马赫斯认为正义是产生好的结果的时候是有用的 或者说正义应该带来好的结果 但是当没有相应的结果的时候 正义就是无用的吗 这样好像也不对 正如苏格拉底说 正义作为一种德性 应该是平时也是有用的 比如农民种田的时候 在鞋匠做鞋的时候 也应该是有用的 其次 那如果不从结果上考虑 从过程上看 在具体的事情过程中 下棋的人最需要的是一个对手 种地的时候最需要的是锄头 学习的时候最需要的是老师 而这个时候正义并不是被需要的 所以如果从结果或者是作用上考量 正义好像都是在其他东西无用的时候才有用 那这样看来正义好像是一种并不太重要的德性 第三个 如果正义是帮助朋友伤害敌人 那么这里的朋友和敌人应该如何区分呢 在这里 布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 提出了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 表象和本质 他说 有的人表面看起来是好人 是你的朋友 但本质上他是一个坏人 所以我们可能把好人当成了敌人 把坏人当成了朋友 那这样一来 正义就变成了帮助坏人 去伤害好人 这和当初一开始的定义就截然相反了 听到苏格拉底的辩析之后 波罗马和斯意识到自己对朋友和敌人的定义出现了问题 他强调说 真正的朋友应该是看起来好的 而且本质上也是好的的那种人 那么现在对于正义的定义就应该是 以善报友 以恶报敌 最后 如果正义是以善报友 以恶报敌 而且这里的朋友是真正的善的 而敌人是真正的恶的 到这里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对正义的理解 我们通常说要弘扬社会正义 就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但是这种观点有什么问题呢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静态的思维 也就是认为一个事物的属性是不变的 好的事物总是好的 恶的事物总是不好的 正义的原则就是区分这样的事物 然后给予相应的回报或者惩罚 但是苏格拉底说 如果正义是以善报友 以恶报敌 那实际上就是说正义会让好的东西变得更好 让恶的东西变得更坏 但是正义作为一种美德 或者说一种本性 它怎么能让人变得失去美德呢 正如一个懂得音乐的人 不能让别人不懂音乐 一个会游泳的人 不能让别人变得不会游泳一样 热的东西不能让一个事物变得更冷 正义也不应该会让一个人变得道德败坏 所以苏格拉底指出 正义是一种善的美德 好像无法让一个人变得不善 或者说正义最多只能让好人有好报 而不应该伤害任何人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正义的第一种观点 正义就是欠债还钱 或者说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这是我们通常所秉持的正义观 但是苏格拉底通过不断的举例推理 驳斥了这种正义观背后的四种假设 正义是好的结果 正义有好的功用 正义能够区分好坏 正义能够伤害他人 苏格拉底论证了 在四个方面 这种正义观都是站不住脚的 而这个时候在讨论的人群中有一位智者 瑟拉旭马赫斯已经按捺不住要加入讨论的冲动 几次想要插话进来 被旁人按住了 当苏格拉底和波罗马赫斯讨论结束之后 瑟拉旭马赫斯强势的加入了讨论 向苏格拉底发起了挑战 瑟拉旭马赫斯提出了怎样的正义观呢 苏格拉底又是如何回应的 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下一期内容接着聊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请点赞收藏和关注我 我们下一期内容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图 私信我免费送给你